第一次會議就提出了18歲公民權的議案 在兩年後的今天 立法院已經三組通過 但是還需要公民護決這一關 我算一下 那個投票數要超過960萬票 這實在是一個很艱難的任務 這遠遠超過過去臺灣在任何選舉 在單一異敵可以達到的標準 也就是說這一個18歲公民權要通過 他真的需要跨黨派 跨年齡 跨階層 大家都去共同認同平民財政成功 那我們的看法是這樣 不管時代怎麼變化 青年永遠是時代進步最重要的創立 因為他們都是比較願意去付出你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18歲公民權可以通過 讓年輕人可以去對他們關心的高亡價 低薪 還有這種有去發展的這些問題可以去做發生 華民眾黨是一個新興的政黨 坦白講也沒有太多的資源 那我們也不太可能去買媒體廣告 那不要說什麼名嘴網軍那一類大內宣 我們也沒有辦法 所以只能用一百年前 台灣文化協會的精神你知道 到處去辦民眾講堂你知道 這個喚起台灣的民眾的新文化的這種意思你知道 那我想除了宣揚18歲公民權以外 也利用這個機會 我想說過那一片土地以後 從此地名就不再是地名 但在你的生活當中 在你的生命當中有新的意義 所以我們透過這種大眾種 也讓我們自己更接近民意 去傾聽民間的聲音 謝謝你們